各位朋友,我们上节说到当一个人有焦虑症的时候,有可能是有耐火。 李翠燕中医师就提,耐火都有大概分成三种,有干火,有深火,还有因为是神虚引起的虚火。 我们说这一辑节目是特别说中老年期间引起的焦虑症,是否三种情况都合用,还是有哪一种是常见的呢? 其实中老年阶段,由于年龄一路增长的时候,肝腎、气血都会比较虚弱。 所以如果说到焦虑症,耐火,哪一种常见呢?我自己临床上就觉得肾虚的会比较常见的。 那我们不如集中说一下,如果有肾虚引起的耐火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想自己弄一点点的食疗,来帮一下自己的时候,有什么方法? 好啊,今天其实都准备了两个食疗,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或者先说我这边这个,就是金蜜大祖汤。 金蜜大祖汤。 金蜜是否就是金草的金? 没错。 蜜就是这个叫做小蜜? 小蜜。 大祖就有点像红组。 红组。 其实这个汤坊最初是在金桂要略出现的。 即是有出处。 对啊,那时候就说是这些婦人状态症。 即是女性更适用。 女性。 那状态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原文那一套描述,就是说她经常容易哭。 情绪很波动的。 那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更年期前后, 妇女的一些情绪不稳的状态。 那如果是在听或者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如果她是进入更年期, 是不是这个汤水也适用呢? 一般来说都适用的。 因为这个汤水主要是有滋阴、清热和平定心神的作用。 那如果, 无论是状态也好, 更年期或者是中老年的焦虑也好。 如果出现一些, 例如心神不灵, 紧张, 或者是一些口干, 身体的水份不够, 营养滋氧不够, 都可以试下用一些滋阴清热的食料。 那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汤房。 如果是男性, 合不合喝? 都对。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男女性只要你觉得是因为你想滋阴, 保神, 就合喝。 那她特别是对情绪稳定, 是有帮助的。 有没有说应该每一种的药材, 应该要多少, 以及如何处理呢? 一般来说, 小麦用大约15克左右。 金草用大约3-6克。 15克是大约多少钱呢? 5钱左右。 5钱左右。 另外大约5-10克都可以。 那视乎如果你想甜一点, 就多加一点。 啊, 因为我们这个要再说, 我们不是一个厨房很严格的药物。 按着自己的口味, 可以增加或减少一点都可以。 是的。 另外还有甘草, 是吗? 是啊, 甘草其实有调和药性的作用。 是的。 所以我们将药药放在一起的时候, 加些甘草, 就会令到整个药药的功效会出得好一点。 那甘草有大概多少份量呢? 甘草大概3-6克。 3-6克。 那我们再谈一谈这个甘麦饮, 究竟是哪三样的药材, 和它每个药材的份量,好吗? 好啊, 包括了小麦是15克。 甘草大概是3-6克。 大棗, 即是红棗, 药莫是6-10克。 那怎么去煮和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将三样的药材放在煲中, 加水, 煮大概45分钟就可以了。 我需不需要说, 火要如何调校? 滚起后转中火就可以了。 哦, 即是一般煲药的做法。 没错。 滚了之后, 一会转中火就可以了。 45分钟, 即是9个字左右, 那也很方便。 是啊, 其实不用煲很久。 我想问一下, 红棗, 我听到有些人说, 红棗要去中间凹核。 嗯。 有没有需要这样做的? 嗯, 其实可以去也行, 因为有些学派说, 不去核就粗一点。 是啊, 我听到有这样说过, 所以先问一下医师。 嗯, 可以去也。 ok, 如果喝了之后呢, 即是会帮我们的精神稳定一些, 那也很容易做。 又或者, 如果你家里有亲友, 譬如爸爸妈妈, 觉得这一段时间, 也有一个江床来说, 因为肾虚引起的内热情况的话, 那这个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效敬一下爸爸妈妈的好汤水。 除了这个金蜜饮之外, 我知道, 李医师又带来有另外一个食療。 嗯, 另外一个就是银椅莲子汤。 那我们用银椅啦, 另外有莲子, 二米, 和可以加一点冰糖的。 啊, 这个很甜的, 我想是。 这个当糖水都ok。 那不如说说分量和制作, 好吗? 好啊, 银椅大概是一至二百克, 如果你喜欢吃的, 就多一点。 嗯, 银椅和雪椅有没有不同的? 嗯, 雪椅啦。 啊, 是雪椅的吗? 本来它有个滋阴清热的作用, 那, 而且, 它有点是帮助皮肤, 可以滋得更适合。 一些潤肤。 如果有些朋友说, 皮肤很容易很干, 嗯, 那可能就是对的。 也对的, 因为我们说皮肤干呢, 其实是身体的水分吸收得不好的, 那透过银椅它是滋阴的, 滋阴是补充身体的水分, 所以对于一些, 皮膚乾、口乾的情況也有改善 很多時候老人家也會有皮膚乾的現象 這個由銀耳煲了之後 雪耳煲了之後有蠻好的味道 又滑又軟 有銀耳 接著呢? 接著就有蓮子 蓮子大概用15克至30克都可以 蓮子有養心安神的作用 亦可以健康 對皮胃也好 是不是吃了會開胃一點? 消化好一點? 其實對於皮胃整體的功能會有幫助 有些老人家可能睡覺睡得不太好 或者有些心神不靈 吃蓮子就可以幫他改善這些問題 除此以外這個劏方裡面還包括了異米 異米也是健康的 健康之外有些利濕的作用 所以我們加在一起 可以提升這個劏方 它有滋陰 健康 健康 有些清熱的作用 即是耳米可能有少許清熱的作用 耳米有少許清熱的作用 還要加些冰糖 其實這個純粹是好吃的 還是有用的? 好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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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講過這兩個食療 都是對神虛引起的內火有幫助 除了食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補健方法都可以有輔助作用呢? 我記得之前在你們節目中 講關於失眠 介紹了一些穴位 今次我想用一些按游經絡的方法 按游的意思是按摩 按摩 按摩經絡 沿著經絡去按摩 亦可以達到一個安神定治的作用 比較簡單 有時坐在這裏都可以自己做一下 又或者如果家裏有老一輩的長輩 我們去探望他 又可以幫他按摩一下 真的很窩心 好 要介紹一下 有什麼經絡可以用呢?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條叫做 心包經的經絡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名字這麼有趣 心就心 為什麼心包呢? 原來在中醫的理論說 心包是一個保護心臟的組織 哦 即是它是心臟的外層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 因為中醫很多理論 它不是很解剖學上讓你看到的東西 例如氣血那些 你怎麼都看不到 中醫講神 也不是西醫的神 這麼簡單 對 所以我們講心包 其實 這個概念就是保護心臟的組織 那很重要 心臟很重要 如果保護是強的 好 它便沒有那麼容易受損害 或者它的功能 運作都會比較好 對 而我們講心主神明 很多精神狀態 始終都會跟心氣有關係 是的 西醫很多時候 講情緒 健康 精神 我們便會上腦去看 但是中醫 便會覺得是心裡看 所以你的人 心靜著 心痛 心靜著 心靜著 我們都會覺得是心裏 對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 要按游心包經 其實就是促進心包 它保護心臟的功能 保護心臟 神智自然都會安定下來 那就不會那麼緊張 這個叫做 顧本培緣的方法 那應該怎麼做呢 你意思 首先講一下心包經在哪裡 心包經的巡行 首先它的起點是在胸中的位置 即是胸口這個位置 胸口正中 側邊 側根 它會繞過翼下 兩邊有沒有說左還是右 兩邊都有 即是左右一對 所以現在我們所說的 無論你想向左邊走也可以 向右邊走也可以 應該是一對的 是的 這樣就繞過翼下 然後就會在手臂的內側一路走 就會走到爪關節的裏面 然後就沿著手的正中 是 一路出 一路去去去去 就去到中指的指尖 哦 即是說 我們攤開手 手心向天 我們就很容易看到了 沒錯 整條的心包經 就是由心的中間 是的 或者側根這裏 一直跟著中間線這樣去 是的 跟著手一直在中間線這樣去 沿著這個經絡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穴位 是的 那 我也有想過 因為老人家 我怕他可能定位做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想著 其實整條經 它既然都有一個保護心臟的功能 只要沿著這條經一路去按 都可以有一個效果 就不用記住要多少寸 這樣量度 希望老人家會常做一點 不只老人家 我們年輕人都要容易記些 因為突然說要按到什麼穴位 其實很緊張 是不是這個 還是旁邊那個 但如果你說 在一個這麼大的範圍 這樣搓也行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做 嗯 是啊 那我們怎樣呢 找到一個位置 一直去按 其實我按 我就會做中間這一節 因為始終比較方便 這裡有一個穴位叫曲折 曲折 其實就是 當你輕輕挖挖 關節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條筋 在筋的內側 意思就是近身體 對 那個粒位 那個就是曲折 我們從這個位置開始按 就沿著前臂的正中按 意思就是說 我們好像按著肌肉 輕輕搓一下 像人家想搓一下肌肉按摩的作用 就會沿著不同的穴位 有穴位 有一些叫間視 內關 大靈 一路勞弓 然後到中衝 就是手指尖的位置 我也聽過有些說法 當你按下去身體 一些經絡或走過的位置 你覺得如果當事人說 有些痠 你可以輕輕按多幾下 嗯 這個說法又對不對 一般來說穴位 敏感度會比較高 所以你按下去 如果覺得冤 可能就是按到穴位 令到它有反應 那就是說 對的了 如果你的親人 或自己覺得 按下去是特別冤 那你就按多兩下 就對了 容易記很多 我們想像一下 自己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 或者一直在看電視 或者在看書都可以做的事 是啊 如果我們去 考驚我們的父母親的時候 也可以幫她按下 我相信父母親一定會 甜在心中 一定會 李醫師 我們今天介紹過 招累症 中老年招累症 上次就說了 就是上一集我們說了 就是有三種的 我們就說了 有乾火引起 有深火引起 還有有 神虛所引起 是不是三者 隨便一樣 其實都不是的 我們中醫看病 發現臨床上是很複雜的 就不是說 乾火就只有乾火的症狀 深火就只有深火症狀 一個病人來到 他可能是同時有乾火 有深火 可能有些皮虛又不定 有些腎虛又不定 是虛實夾雜的 所以在這裡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所介紹的診斷方向和食療 只適用於一般的情況 如果吃過一兩次 發覺不行 我猜不要再靠自己了 一定要去找中西醫都可以 正式做一個診斷 如果是中醫的話 正式由中醫師按著患者本身的體質 如果是開藥 可能就弱到病除 這個我們介紹的 是一個保健的性質 可以供大家嘗試一下 我們今天就介紹了 由腎虛引起的焦慮症 我們好像是解決了 如果普通由乾火引起 和深火引起的 有時有些急躁 焦慮的情況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電郵給我們 如果我們發覺很多朋友 都有興趣知道 我們又會再請 李醫師尼 再跟大家講解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登入我們的網頁 或者在我們Facebook 留言給我們 下一集再見